大學聯招放榜近六萬四千個申請人入面 大約兩成半人獲得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今屆民憑市破紀錄誕生歷屆最多 一共十二個七科五星星的狀元 當中五個會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 醫生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所以見到當夢想達成那一刻 那個心情是很興奮 因為讀DSE都非常辛苦 知道神科進入的時候都很興奮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 今年提高了通過聯招取錄醫科生的學額 希望可以培育不同背景的學生 今年約有六萬四千人申請大學聯招 獲學士、副學士學位 或者高級民憑課程取錄的有一萬九千多人 可以升讀大學學士課程的有一萬六千多人 是歷屆最多 有未獲大學取錄的學生即時到職業訓練局 報讀其他課程 已經全膚了 打算怎樣做 再看看有沒有有興趣的高級民憑 職業訓練局說 現時幼兒教育和社會服務的高級民憑課程 是比較多人的選擇 無線電視記者毅子林報道 未能夠在本地升讀大學的學生 部分會選去海外升學 家長都有不同的方法應付這一筆開誌 學費大約是一萬五千磅 Edwin的文憑史成績未能符合入讀本地大學的資格 他將會到英國升學 學費和生活費平均一年要三十萬 雖然父母都是公務員 第一年學費部分由政府津貼 但是父母早在大約十年前已經開始為教育開支儲蓄 有家長就選擇在海外投資物業 黃太兩個兒子都在英國讀寄宿學校 兩個人每年學費都要七十幾萬港幣 他一年半前在倫敦市中心買入物業 因為我收的時候收英鎊 我給學費也是給英鎊 這樣就不會虧了位 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買物業買得很好 穩定地上升 那便可以和學費掛勾著 有海外物業投資公司說 這類買家數目近五年顯著增加 但是隔山買樓有不少東西要注意 海外人士是不准買某些物業的 這是很重要的 其二就是如果它是一個 給海外人士買 你似乎是一個永久業權 他亦都提醒投資者 要留意稅務和管理公司質素等等